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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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孟平确诊患者活动轨迹 1. 黎海 缅甸当养人 男 汉族 20岁 2. 肖凤 中国籍 女 汉族 24岁 3. 王靖 中国籍 女 汉族 23岁 4. 挨夸瓦邦孟平人 男 瓦族 33岁 以上4人同为孟平天宫一号员工 活动轨迹 2020年4人在孟平天宫一号工作期间 仅在公司内活动 未去过其他地方 2021年1月2日新冠肺炎核酸检测阳性 现已隔离治疗 密切接触着公司员工 5. 阿虎 中国籍 男 汉族 40岁 6. 末路于中国籍 男 汉族 40岁 活动轨迹 2020年常驻孟平未去过其他地方 2021年1月2日新冠肺炎核酸检测阳性 现已隔离治疗 密切接触者 不详 2. 孟波确诊患者活动轨迹 确诊患者 杨阳 阿龙 阿峰 二炮 王培义 张修 杨浩 以上7人信息不详 特此通报 瓦邦卫生局新冠病毒疫情防控组 2021年1月4日 接下来播报 邦康地区疫情防控执行小组于本月4日连续向社会发布的两则公告 公告具体内容如下 公告 邦康市全体居民 新冠肺炎在邦康已有数十例确诊病例 形势严峻 瓦邦政府决定采取下列措施 1. 在中国红十字会孟联峰会志愿者团队的大力支援下 对邦康市所有人口实行核酸检测 含本地 外地 外国流动人口 2. 全员核酸检测工作将在近期进行 用时3至5天 在这几天期间实行封城 不允许人员跨街流动 3. 所有居民必须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安排 积极自觉地配合检测工作 如有故意违反者将按破坏社会治安罪论处 4. 准确时间将通过瓦邦电视台发布通知 特此通告 瓦邦邦康地区疫情防控执行小组 2021年1月4日 公告 邦康市全体居民 2021年1月6日零点开市全城封城 分片区采样进行全员核酸检测 注意事项如下 1. 从2021年1月6日零点开市 除执勤人员外 其他人员不允许在户外活动 2. 2021年1月3、4、5日 进行过检测的工作人员 承认检测结果 其他人员检测过的结果不予承认 一律参加全员检测 3. 检测费用全免 4. 检测对象 邦康市所有军民 所有外来人员 5. 请听从工作人员指挥 故意捣乱者按违反社会治安罪论述 6. 封城期间 有特殊困难者可按邦康特区警察局 公布的求助电话求助咨询 7. 解除封城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通告 瓦邦邦康地区疫情防控执行小组 2021年1月4日 拟定本月6日凌晨零时起 邦康地区疫情防控执行小组 将在邦康地区范围内开展全民免费核酸检测 为切手搞好此次普检 1月4日下午 遵照邦康地区疫情防控执行小组的指示 从邦康城区各大医院抽调 并参加此次核酸检测的68名医院人员 集中在卫生局进行普检之时的强化培训 培训期间 为应对好即将开展的封城检测措施 提高采样的高效及安全 参加培训的医护人员们认真学习了防护措施 及采样检测方式 核酸检测全民普检启动后 在邦康地区疫情防控执行小组引领下 经过强化培训的68名医护人员 将以所需的检测能力有效开展实际操作 另据了解 为胜利完成好此次核酸检测普检 邦康地区疫情防控执行小组 还从邦康特区抽调63名民兵作为环保组 同时邦康地区驻地部队也将抽调部分官兵 协助完成好此次封城封路的核酸检测活动 为切实做好边境疫情联防联控 巩固双边一直以来所取得的疫情防控成果 保障双方在商贸农业合作往来 实现互利共赢 促进双边经济贸易持续发展 1月2日上午 三战区代表团与中国林仓市代表团 在中国芒卡口岸进行会晤 我方参加会晤的领导友 中央政治局委员 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 三战区总指挥 兼联合军谋旅长鲍埃荣 瓦邦副协主席陈一二 特区书记鲁兴甲 蒙茂县县长李儿南 特区区长陈埃嘎 特区副书记兼司法委书记朱绍刚 蒙茂县县委办公室主任鲍鲁胜 特区副协主任陈宝珍 蒙茂县警察局局长赵埃梦 特区办公室副主任杨建龙 特区外事办副主任鲁建棠 中方参加会晤的领导友 林仓市副市长陆志华 苍原县县长周平 市政府副秘书长尹文江 市外办主任龙胜强 市商务局局长周永志 市卫健委副主任肖天杰 市乔联副主席江鸿斌 市红十字会副会长凤丽 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刘鸿斌 苍原县副县长 县政法委副书记 县公安局局长锦邦明 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赵嘉玲 孟定海关副官长杨永伟 苍原海关副官长孙奇鹏 以及苍原县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晤 会晤由苍原县县委常委 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赵嘉玲主持 会晤上 双边领导首先就参加此次会晤的人员 做了相互介绍 随后 苍原县县长周平通报了 苍原县边境疫情防控情况 同时就下一步疫情联防联控工作 提出了五项建议意见 特区副书记兼司法委书记朱绍刚 在会晤上通报了 关于三战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小组 分工情况 鲍埃荣总指挥表示说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三战区就与苍原县一直开展着 疫情的联防联控工作 工作中更是得到临苍市 苍原县 耿马县的大力支持帮助 特别是瓦邦内地出现新冠肺炎以来 更是得到临苍市人民政府的高度关注 就即将援助三战区的 新冠肺炎检测仪事项 鲍埃荣旅长代表三战区人民群众 对临苍市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 表示感谢 同时希望临苍市人民政府 可以在我邦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上 给予帮助 发言时 鲍埃荣总指挥 还就目前三战区的 边境读卡点设立情况 疫情防控工作开展情况 人员管控等方面情况 做了发言 希望双边可以一如既往 稳控商贸往来 实现互利共赢 保持疫情防控信息互通 保障双边边民生命健康安全 林仓市副市长陆志华表示说 林仓市与瓦邦山水相连 一直以来 双边始终保持包拨情意 双边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保持经贸往来 都相互配合得很好 此次来的目的 主要是想了解 在以后的工作上 瓦邦三战区有什么需求 双边如何相互配合 发言中 陆志华副市长还希望 双边多加强沟通 保持商贸往来 继续加强疫情防控 保障双边经贸往来 维护边民利益 疫情联防联控工作 要深入落实到位 要确保人民生活的必需品 常规医药品得到保障 现已到甘蔗的砍收剂 要保障甘蔗的运输畅通 保证浙农的经济利益 会晤最后 苍原县委常委 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赵嘉玲 就以上领导的发言 做了总结发言 并提出四项建议 1.希望双边加强 各自属地的管控工作 2.希望双边进一步 加强疫情防控信息互通 3.希望双边进一步 加强人员的管控 4.希望双边进一步 做好相关准备工作 发言时 赵嘉玲副县长 还就新冠肺炎检测仪 具体运到三战区的时间 及援助三战区的医疗团队 到来时间做了介绍 同时表示 苍原县将会全力支持 三战区的疫情防控工作 1月2日中午 中央政治局委员 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 三战区总指挥 兼联合军谋旅长 鲍埃荣 瓦邦副协主席 陈一二 立临南邓特区 指导部署疫情防控工作 并在特区政府会议室 召开三战区疫情防控 指导工作座谈会 中央政治局委员 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 三战区总指挥 兼联合军谋旅长 鲍埃荣 瓦邦副协主席 陈一二 南邓特区书记 鲁兴甲 南邓特区区长 陈埃嘎 蒙茂县县长 李儿南 及南邓特区副书记 兼司法委书记 朱绍刚 出席座谈会 南邓特区副协主任 陈宝珍 蒙茂县办公室主任 鲍盛 蒙茂县警察局局长 赵埃梦 南邓特区办公室副主任 杨建龙 南邓特区外事办副主任 鲁建棠 参加座谈会 鲍埃荣总指挥指出 在联合党中央的领导下 三战区要加强团结 共同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自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来 就得到中方的大力支持 及援助 我们要感谢中方的支持 及帮助 三战区所有领导干部 务必要按照中央文件指示 疫情防控期间 禁止战区以外 及包括战区人民 在外打工的 禁止返回三战区 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 开展好疫情防控工作 疫情期间 不造谣 不传谣 特别是林仓市 即将援助的新冠肺炎检测仪事项 猛冒献南登特区 要以最快的时间将仪器摆放地点 检测地点及援助的医疗团队 接待工作落实到位 关于仪器设备使用的 医务人员也要落实到位 领导干部必须按照 三战区疫情防控小组分工 各负其责 共同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南登特区书记鲁兴甲 在会上做了表态发言 他说 特区政府会按照战区领导的安排 各负其职 开展好防控工作 为了疫情防控工作 一年来 在联合党中央指示下 遵照战区领导的安排 南登特区已投入大量人力 物力 防控人员一直坚守在疫情防控一线 同联合军谋旅部官兵 一起共同配合 开展着疫情的常态化防控工作 蒙茂县县县长李俄南表态说 一年以来 蒙茂县均按照中央的疫情防控指示 开展疫情防控 期间 全县人民众志成城 从上到下团结一致 在接下来的防控工作上 也会继续遵照中央指示 按照战区领导部署 常态化开展好各项防控工作 瓦邦副协主席陈一二要求 关于中方即将援助的新冠肺炎检测仪器安置位置 要求仪器使用人员的培训要以最快时间落实到位 同时检测的地点和医疗点不能是同一个地方 要做到区域分明 分工 分组要详细 物资储备要落实 地方政府要加大向三战区老百姓 就新冠肺炎的发病症状的宣传力度 让老百姓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 居民已到众志成城共同开展好疫情的防控工作 1月2日下午 南邓特区政府在特区机关召开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后勤保障工作会议 特区副书记王老三副区长鲍桑出席会议并做此事 南邓特区各单位各医院诊所负责人参加会议 王老三副书记指出 在疫情防控后勤保障工作中 各单位各医院负责人要密切配合 齐心协力 各医院诊所部门一定要支持与配合卫生局搞好医疗保障工作 各单位要落实负责各项工作任务 确保疫情防控后勤保障工作有利有序有效 大家一定要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 坚决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鲍桑副区长强调 后勤保障是打赢这场战役的重要基础 各负其责 本着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 抓好各项后勤保障工作 会上 特区办公室副主任杨建龙 就后勤保障组应对疫情防控后勤保障工作分工 进行了汇报 本次会议上 与会人员还就具体的工作举措 以及存在的困难逐一进行了研讨 好了观众朋友 今天的瓦邦新闻就您播送完了 想获取更多的瓦邦新闻资讯 您还可以搜索并关注瓦邦新闻局的新浪微博 和瓦邦新闻局的微信公众号瓦邦之音 随时收看最新的瓦邦新闻动态 分享至手机平台 掌上瓦邦 网上瓦邦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的观看